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出世間精神解脫之間的宗戒 直至近代 他都是佛門教化民眾的首要思想之源 但隨著技術社會的降臨 和科學理性的昌明 以信念為根底的業務輪迴思想 已經不大可能為人毫無批判地傳盤接受 甚至於受編執的成見所弊 被視為落後消極的迷信思想 輪迴的原因存在於12因緣中 佛教認為主要是因為12因緣的無名引起 無名是對事物的本來面目的無知 由於無知而導致各種各樣的行為 行為的性質有不同 好像有善惡之分 就會產生不同的業力 正是因為業力的存在 才為輪迴的進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而業部輪迴思想 可以換成人內心深處的道德主體感 而且將理論層面上升到超越性的生死解脫的終極存在層面 業從奧義書以來就被看作是有情流轉生死的動力 在佛教典籍中 業從印度傳統宗教的儀式行為 祭祀等具有無核文化色彩的予以演化為普遍的行為 行為發生後 有一種潛在的力量存續下去 而且帶來苦或落的果報 而果報就通過六道輪迴來體現 在佛教看來 由於主體善惡業力的作用 眾生在三界不斷流轉 轉生於六道 這六種轉生的趨向是 天、人、畜生、鵝鬼、地獄、阿修羅 如此生死相繼、因果相依 如車輪運轉 就形成業部輪迴 輪迴思想決定住生活中的道德選擇和道德評價 換言之既規定住人是作惡還是從善 亦對人的苦樂處境作出解釋 今世苦果源於前世的惡業 今世的善業可敢後世善果 佛教諸眾從心靈解脫開始實現自我昇華和超脫 希望人通過沉迴清淨本心 達到脫離痛苦輪迴的目的 業部輪迴思想被人以此理論承諾 今生修善德 可來生治天界 今生做惡行 來生墮入地獄 止惡行善是出來三界 擺脫輪迴的必經之勁 佛教中說富貴難免輪迴苦 聰明不能升業力 只是還未有脫出六度的眾生 只要還未開悟的心 就會不斷地做下新的業因 亦都必將承受不同的果報 人生上既有佛性的種子 亦都有魔性的種子 這是人最自由的選擇 亦都是最危險的選擇 究竟想要怎樣的結果 就要看你自己的選擇 好嗎